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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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桑肉 這是遊戲大小事單元 專門介紹遊戲界中的大小事情 據凡是八卦、模型、遊戲趣聞等 會挑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情來聊聊 像是有研究論文表示 大電動有助於治療焦慮和憂鬱症 醫生也開遊戲處方間來給予幫助 那也有網友分享了自家的狗狗搖壞了 這遊戲還都是大作價格不肥啊 這有趣的小小群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這週 我挖到了哪些遊戲新消息吧 玩家將扮演一隻可愛的流浪貓咪 來解開一個古老謎題 Strave 在遊戲裡我們將以貓咪的視角來冒險 而世界觀與未來科技當中 但其中的人類逐漸稀少 而貓咪將會在人類廢棄已久的城市中生存 而在這四區裡居住了許多遺留下來的機器人 貓咪可以與機器人溝通聊天談是非 途中貓咪也會遇見名叫B12的小型無人機 雙方會互相合作在這城市中行走 不過要注意的是在冒險過程中 會有像老鼠一樣的敵人來襲擊貓咪 此時就可以利用貓咪靈活的身手來閃避 也可以裝備武器來向敵人反擊 是個很可愛的遊戲喔 我偶然間翻到這有趣的作品想要分享給各位 我稱之為補絲奶媽模擬器 讓玩家體會奶媽的辛苦之處 Mini Hero 這是一款擁有MMO設定的RPG遊戲 在遊戲中玩家將操控補絲來挑戰副本中的各種BOSS 像是隊友在拚命打輸出時血量一個降低 就要趕快來一個製料數來提升血量 BOSS在施加debuff時就要趕快來一個驅散數 來防止隊伍陷入危機 那除了打BOSS環節之外也有天賦配點系統 來發展自己喜歡的流派等 是個超級有特色的作品喔 不過可惜的是目前還是搶先填版 而繁體中文也有缺字的問題 想要玩的人需要再思考一下咧 單機末日生存的RPG遊戲Channel Blade現在正式推出啦 這是一款結合恐怖生存、探索戰鬥、非線性故事的遊戲 而其中設定玩法方面 結合了浩劫殺陣、羽翼乘餘生等元素 玩家將扮演物理學家 重返赤諾比禁區中調查未婚妻消失之謎 但途中你會遭遇軍隊、潛行者和超自然生物等等 還得面對看不見但危險的輻射影響 不過不用擔心玩家可以建造基地、改造武器 也會有許多同伴來與你並肩作戰 遊戲目前於PC Steam、GOG、APEX上正式推出 PS版本女差8萬將於9月時上架 口白喔這遊戲感覺玩起來超恐怖的啊 我超討厭輻射相關的恐怖遊戲 輻射本身這名詞就等於恐怖好嗎 我的天啊 不過感覺好像蠻好玩的耶 我心目中的遊戲神作前三名之一 是由台灣獨立遊戲團隊Penicus所創的火師戰棋這遊戲 好玩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如今這團隊有新作消息出來啦 同時也曝光了Steam頁面 我有多麼的興奮你們知道嗎 斗技場的阿里納 這次擁有Loglite元素的卡牌構築遊戲 玩家將在這六角形戰棋格子中來與敵人廝殺 而我們起初可以使用手上的裝備卡牌 裝備出雙匕首、劍盾或雙手巨劍 再搭配手上的技能卡牌來生存或攻擊 也能利用戰棋格子的特點來迴避 並尋找機會趁虛而入 雖然遊戲散未上市 但已經有Steam頁面了 我會放在下方資訊欄位裡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先加到願望勤單中 像我就超級有興趣 期待遊戲上市那天的到來 最近有玩家詢問說我會介紹成人遊戲 說實在話我不排斥成人遊戲 但我玩遊戲最主要目的是 好玩、有趣、體驗一場深刻的冒險 像是如果今天有一款遊戲長這樣 勇者要打倒魔王 白天我們必須打倒眾多魔物 點點技能、使用各種技巧 玩法上一點都不含糊 玩上則可以在酒館裡邊 與隊伍中的魔法師或僧侶 甚至是酒館裡的老闆娘 還有上一場美妙的交流的作品 好玩、有趣且實用的遊戲 那這一款我一定玩爆 但如今的成人像遊戲 大多都是文字冒險、山蕭、天蠶變 甚至是...連連看? 你給我說好玩嗎? 我個人覺得打發時間用是還不錯啦 但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點開一些網站來用就好了呢? 畢竟...樹葉有裝供嘛 所以有好玩的成人像遊戲我會介紹 但前提得要先好玩才行 像是這一款 可以跟前蘇聯領導人 也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獨裁者之一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 可以跟這一位大人物... 可以跟這一位... 嘿... 可以跟這一位大人物瘋狂的圈圈插插 玩家將扮演一位時空旅行穿越者 光著身子來到史達林的辦公室 在即將被槍斃之前 來透過對話與史達林發展感情 那遊戲有10多種以上的結局 各式各樣的玩法 嗯...各式各樣 也有各種挑逗性的黑色幽默 這麼棒的遊戲 怎麼能不推... 不...不好意思啊 對不起啦 介紹錯作品了 我要介紹... 我要介紹的是 由台灣成人遊戲工作室 永恆愛麗絲工坊與飛魚團隊 聯手打招的戀愛養成遊戲 冥魂交友中心 前段時間有在折折平台啟動募資計畫 現在超額達標突破1000%了 玩家將扮演冥魂孤 來完成許多跨界的配對按鍵 但是就是有一些比較棘手的自消利鬼 每次托夢相親都失敗 為此玩家就不得不全力付使用轉一的手法來化解怨氣 也可以燒一些性感A等逐步的增加感情 讓逆鬼變魔鬼締結美好姻緣 血氣旺盛的玩家們可以再多關注看看咧 一些遊戲新消息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來看看這週有什麼遊戲tune吧 遊戲本身存在讓無數家長非常擔心 怕這家小孩遊戲玩多了導致沉迷 但今年來國外研究論文指出 遊戲其實有助於治療心理健康疾病 像是來自愛爾蘭利莫瑞克大學術博士生 閱讀了128篇相關論文後 總結出了一份遊戲對心理健康產生作用的名單 其中包含了傳說門2、TF2、憤怒鳥等知名遊戲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簡稱FDA 批准了一款名叫Endeville RS的遊戲 來治療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那這款遊戲藥物用於857位患者身上 連續使用4週每週5天的臨床雙盲測試 證實有明顯改善的效果才持續使用 不過也有反對派跳出來反駁 說完遊戲確實是很好的轉移注意力方案 但那僅限於前30分鐘而已 也有人說就算是前面128篇相關論文的研究 也只是綜合描述而已 並沒有突破性的觀點 所以說目前遊戲對於心理健康的治療作用有多大 學術界也還沒有個權威能夠定論 但的確對部分人來說是有幫助的 那我認為適度的玩遊戲能夠放鬆身心 但過於鑽牛角尖的話是會造成反效果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適度都是最重要的 玩遊戲溝通的時候 是不是有被家人或是有抗SO太吵的經驗呢 由西班牙團隊所設計的電競隔音口罩FESMA 能夠有效抑制聲音的傳出 同時一人進行溝通 開發團隊表示這電競隔音口罩 採用多重隔音設計 來建立有效的隔音機制 那為了加強口罩戴起來的舒適度 使用了雞海綿與PU皮革來包覆臉面 以減少不必要的擠壓 那口罩兩側都設有麥克風的接口 除了使用產品附贈的麥克風之外 也能使用自己的耳機麥克風 開發團隊也有錄製一段語音通話測試影片 我們就來看看吧 我個人覺得聽起來蠻清晰的 算聲音或多或少有被壓扁 但最少人大幅抑制一些聲音的流出 產品預計於11月發售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再多多關注 不過這邊要額外說一下 這電競口罩並沒有過濾的功能 脂肪隔音不防病毒 所以可不要帶出來趴趴走啊 近期有名網友在Reddit上分享自己的遭遇 說我家裡的狗狗咬壞了這家Switch卡帶 導致完全不能玩了啊 那其中我看了看有薩達傳說 荒野之息 馬力歐奧德賽 馬力歐派對 健身環大冒險 動物森友會 臥槽 都是一些大作啊 這狗狗很會挑喔 災情損害差不多台幣9000多元 如果回到家看到這情況我一定會吐血 那也很佩服狗狗 要知道水取卡帶裡有添加本甲地難 優別稱為苦精是世界上最苦的物質 而添加在卡帶裡是為了防止小孩吃進去 但是因為毛狗對於苦味並不敏感 纏不出苦精的味道 導致了這一場悲劇 好險 這次件並沒有造成對任何人或狗的傷害 啊有啦 對主人造成了荷包傷害 任天堂近期宣布8月9號到8月15號期間 展開四晚同樂會活動 這是任天堂每月或不定期推出的活動 期間內有加入任天堂線上會員的玩家 可以免費唱完指定的遊戲 那這次指定遊戲是我的世界底下城 是以麥塊服為舞台的動作冒險遊戲 而這作品簡單來說就是麥塊版本的暗黑破壞神 在裡面可以刷裝刷寶刷刷刷 也可以跟好友組隊來挑戰BOSS 最多支援四人一同遊玩 有興趣的玩家們趕緊趁這次機會來試玩看看喔 好了到了遊戲大小吃的尾聲了 在結束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一週的電玩氣象 首先全球最常被玩家開啟的遊戲前10名 雷打不動的第一第二名同樣還是CSGO跟DOTA 2 而排行第三的EPS剛好恰逢最近的賽季更新 也加入星雄希爾使遊戲熱度大大上升了一波 那第七名的甜名呢 我記得上個星期沒看到上排行啊 這週卻上了 是有更新什麼活動嗎 還是剛好只是巧合呢 全球玩家突然意識連結 同一時間打開了甜蜜樂這樣 了解的玩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討論一下喔 那第八名Spricket 是近期突然爆紅的免費FPS遊戲 這遊戲簡單來說就是最後一戰加上傳送門的玩法機制 玩家可以即時開出傳送門來使出各種花式擊殺的一款作品 很有趣的概念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第十名是FF14 因為最近暴雪的一大堆風波一大堆 使魔獸世界玩家對暴雪失望了 一堆魔獸實況处跳槽到FF14 進階帶起了風氣與人潮 使更多玩家玩起了FF14排行也因此衝上了第十名 那我們再來看看近期全球熱門遊戲排行前十名 那上週有玩家詢問為什麼人氣比較低的遊戲 反而排行比較前面呢 這邊我要解釋一下 這前十名名單是紀錄Steam上的名單 而形成前十名的原因很複雜 我猜啦可能有留言次數加入冤枉清單 多少人下載了等等一大堆因素 而形成的前十名名單 那我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算是 我只是紀錄分享而已 所以問我為什麼人氣低的遊戲 反而在人氣高的遊戲前面 我認為有集中可能我就講幾個例子 像是這遊戲非常有討論度 或者是非常有爭議 導致一堆留言是有可能上排行的 剛好這邊有個例子 不好意思啦 永恆冒險的粉絲玩家 看看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永恆冒險 大家因為懷舊而紛紛下載遊玩 但越玩卻又感覺不對勁 遊戲內部問題點其實蠻多的 導致永恆冒險的遊玩人數逐漸下降 但越來越多人留言評論 達到9000多評論的褒貶不一 熱度不減反真反而衝上第一名了 所以熱度高的遊戲 趨越性並不一定符合大眾胃口 但一定是大家所關注的作品 所以才會有這如此排行 好了要來結束了 我最近還是受不了誘惑 買了獸人必須13來玩 應該沒人等我的龍族交易心得吧 沒有吧 咳咳 獸人必須13 前5個小時我玩得很開心 但後面的幾個小時 卻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有點一言難盡的感覺 等我新的出來再跟大家好好聊聊 好啦那這支影片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再麻煩各位玩家幫我多宣傳宣傳 謝謝啦這對我很重要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請在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見 將影片見